我记得我们年前的节目还说呢 说对于消防员来讲啊 每次过年呢都是过关 确实如此啊 对于特种行业来说 这战场是不分时间地点的 那这也感动着很多在旁边关注的朋友 21号早上的4点27分 惊户高速山东临沪蓝陵段 一辆货车发生侧翻 就有人员被困 那接警之后有8名消防员赶赴现场救援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有效处置 终于顺利的完成了救援任务 结束任务之后呢 这8名消防员在附近的路边啊 一个早餐店点了早餐 旁边的热心市民看到之后 默默的为消防员买了单 还对大家说了一句辛苦了 就是当时是就是有两个人以后 就开了我肩膀说辛苦了 然后就不怎么样 然后我当时我还不知道 他给我们付款了 还是一个战斗员 就是我们这一个队员说 说班长 刚才那个给我们付款了 我把他拦住了 然后就 就是我们热给他钱 他不要 他不要 然后就走了 我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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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月 你下月 就要过你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